家人幫忙穿戴傳統服飾和花冠 容返獵人臉上張放勝利的笑容 半年來身心煎熬終於得來解放 因為台東定解署 不起訴台東拔布陸部落這五名獵人 他們終於可以換上傳統服飾 在部落祭司帶領下 完成去年底未完成的獵人凱旋儀式 向家人報平安 我們在狩獵當下 就是最期望的是這個時刻 因為當下被逮捕之後 你就沒有參與到這個活動 所以本身感到滿感傷的 獵人他們是沒有回到我們的凱旋門迎接慶祝 現在是要補他們 台東市悲難逐罰布陸部落大獵集事件 經歷半年多的偵查 台東地檢署檢察官認為 獵人所用的槍支 確實背負著生存文化意涵 具有記憶傳承的意義 雖然狩獵地點超出申請範圍 但考量原住民狩獵是以獵物為目標 超出區域也還在合理 而且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應對原住民文化以以尊重 做不起訴處分 這對原住民持有獵槍釋法性 提供更明確的規範 地方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也很肯認這個判決 認為說只要是簡單自製構造檢疫的獵槍 原則上都是處於原住民的自製獵槍 今天我們的獵人獲得不起訴處分 我們並沒有高興的心情 而只是說我們要把這個事件更嚴肅地去看待 巴布魯部落發言人潘調治表示 再次重啟凱旋門並非親處不起訴處分 同時希望巴布魯事件 成為執法單位偵辦原住民自製獵槍案件時的重要參考 法府會律師建議政府 應制定專門的原住民狩獵法規範 取代現行法律 讓原住民狩獵文化受到完整的保障 記者們 警察 台東市採訪報導